大家好,欢迎今天的五大新闻亮点,摘自美国生活365,2024年8月2日 川普提议终止对社会安全福利征税 美国撑马杜罗的对手赢得总统大选 大国调查针对奥运开幕式导演的威胁 非洲的生活成本抗议波吉尼日利亚 川普的支持拯救了新任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老年人不应该缴纳社会保障税 川普周三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络上以全大写形式发布了内容 但晚在宾州的一次集会上重复了这个想法 将其与另一个组合提出这个想法后 他周四跟进,老年人社会安全保障不征税,小费也不征税 川普在争取美国老年人的选票 并承诺保护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福利 川普提出取消社会安全福利税的提议 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 这项提案将使许多美国老年人受益 让他们保留更多的社会安全福利 老年人将能够保留更多的收入 这可以帮助支付日常开支并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许多老年人认为,他们在整个工作生涯中已经为其收入纳税 而对社会安全福利征税似乎像是双重征税 透过取消这些税收,该提案旨在为那些依赖社会安全作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年人提供经济救济 然而,人们对该提案的财政影响表示担忧 未来十年,联邦收入可能会减少160至2兆美元 该提案可能会加速社会安全信托基金从2033年到2032年的耗尽 并增加自动福利血减、社会福利改革和减少福利滥用 福利滥用和诈期确实是重大问题 根据最近的估计,包括扎期和滥用在内的不当福利支付 约占所有联邦福利支付的9%,在2023财年总计约为1010亿美元 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以确保福利计划有效地支持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滥用 减少福利滥用的努力通常涉及改善验证流程 加强监督以及对扎期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华盛顿 美国承认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的对手是该国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这加大了委内瑞拉强人的压力 要求他下台 尽管他声称自己获胜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周四宣布华盛顿最近不断升级言论 敦促马杜罗下台 上周末 当民调数据显示他被挑战者击败时 退休外交官埃德蒙多、钢萨雷斯 根据反对派数据 钢萨雷斯获得了710万张选票 而马杜罗获得了320万张选票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呼吁根据委内瑞拉选举法实现和平过渡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让马杜罗下台 2019年 时任总统川普宣布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 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 但马杜罗坚持不懈 利用军队和警察追捕他的人 政治对手屈服和流放 巴黎 法国检察官正在调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艺术总监托马斯 巧莉、Thomas Jolly的网络霸凌行为 2024年巴黎奥运开幕式确实引发了争议 尤其是在一些保守派和基督教团体中 所讨论的场景以变装艺术家和一些观众认为类似于达文希的 最后的晚餐是二的画面味特色 批评者认为 这场表演是对神圣基督教场景的嘲弄 组织者对造成的任何冒犯表示歉意 并澄清该场景旨在提及异教神灵并庆祝社区宽容 艺术总监托马斯 乔丽强调 无意嘲笑或不尊重任何宗教团体 并澄清该场景旨在提及异教神灵并庆祝社区宽容 乔丽在社群媒体上收到了死亡威胁和反犹太主义讯息 托马斯 乔丽周二向法国官员提出申诉 他说他有成为仇恨和威胁讯息的目标 包括死亡威胁在社交媒体上 其中许多关于他的性取向 民族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周五表示 这调查已转交给调查仇恨的专门单位他补充说 犯罪行为 华盛顿 参议院未能推动先前已在众议院通过的两档税收法案 该法案未达到所需的60票 其中48名参议员投票支持该法案 44名参议员投反对票 该法案旨在恢复已过期的企业税收规定 扩大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税收抵免二 他还提议切断员工保留税收抵免 近800亿美元的税单已经维持了数月之久 立法者超出了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 该法案以357票对70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并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支持 该法案得到了进步反贫困团体和美国商会的支持 然而 大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反对他 理由是他有利于民主党的优先事项 一些进步人士也认为他过于有利于商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投了反对票 表示保留未来再次投票的选项 夏季休会期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纽约州民主党 安排了将立法者记录在案的程序性投票 非洲年轻人正在抗议尼日利亚 肯亚和乌干达生活成本上升和治理不善 非洲年轻人受到生活成本上涨的打击 并对糟糕的生活感到不满治理和严重缺乏机会 正在引发一波抗议浪潮 现在已经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至少三个国家 周四 数千名尼日利亚人走上街头 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 首都阿布甲 经济中心拉各斯 以及非洲其他城市 尽管该国政府警告将进行镇压 这个西非国家的抗议者表示 他们受到了在千里之外的东非肯亚 举行了为其数州的示威活动 这成功地阻止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增税措施 上周 乌干达年轻人也游行穿过该国的首都坎帕拉 谴责政府腐败指控 本周 西非国家加纳的一家法院阻止了一场由青年领导的抗议活动 来自肯亚的灵感尼日利亚抗议者受到肯亚成功停止增税的示威活动的启发 许多非洲国家面临高额公共债务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导致经济停滞和民众不满 其他几个国家也正在经历与奈吉利亚、肯亚和 印度、农民一直在抗议农业法 他们认为这些法律将放松对该部门的管制并损害他们的生计 日利、苏丹、海地、这些国家也因各种经济和政治议题而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新任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 周四赢得了一场艰难的初选 在川普的支持下击败了共和党挑战者 美联社预测奥格尔斯位获胜者 在超过90%的选票统计完毕后 奥格斯以56.5%对43.5%领先对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总统表示 奥格斯表明他真正致力于将美国优先 并支持保护我们南部边境 阻止通货膨胀、维护法治、捍卫第二修正案 奥格斯、53岁、田纳西州莫里县前市长 进入国会2023年1月 他最近介绍的文章弹劾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他不会投票支持大量支出 我们需要这种纪律 支持奥格尔斯的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 蒂姆伯切特说 批评者认为奥格斯更注重吸引注意力 而不是为选民服务 而支持者则赞赏他反对政府支出的强硬立场 今天的五大新闻亮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